每一代柳文柴 總希望秋天的童話 能夠發生在玻璃之城 只可惜 雖然無情 時間神偷帶走了羅啟銳導演 每一代柳文柴 總希望秋天的童話 能夠發生在玻璃之城 好 回來了 看完張老師精心爆製的片頭 挺英俊的 羅啟銳也是這一兩天 7月2日過世 在電影界 其實近年電影界都走了很多好東西 我喜歡的導演 早前就是陳穆勝 陳穆勝 如果你喜歡看動作警匪 尤其是一流 陳穆勝拍的那些電影 很緊張 很快的節奏 你很舒服 看一場電影 假設他過兩個小時 你不覺得的 那些佈局 是啊 其實看電影有時最高警戒 我覺得是什麼呢 他做兩個幾三個小時 你不覺得這麼久 但是你又看得到 最近有一套 你們說《Top Gun》也好看 是吧 整兩個小時 整兩個小時 合不一樣 兩個多的 所以好戲你就不覺得久 兩分鐘你都想知道 兩分鐘就糟了 你搞什麼 你真是想想去他廁所位 黑戲就特別多廁所位 因為當你看這套戲 你曾經有一段時間 睜眼睡的時候 那套戲一定是不好的 最近有一次 睜眼睡 看那套三角 真三角無雙 我們有個朋友的 我真的沒試過在戲院那裡 睡了一會兒 我常睡 你不要怪我 我看什麼演唱會都睡的 我每逢黑暗的地方我都會睡 欸 我聽張學友就睡了一會兒 唱李向南 老春風 那麽大聲也睡著就著 不是的,老春風就春流方便睡著 然後睡到誰弄過就起來 吹了個位子 我看戲都是 看戲裡面 尤其是王家衛的電影 我有一套躺著 東邪西道 我躺著給別人的隔離 後面叫, 喂! 細聲點鼻汗 你知道我怎樣躺著? 我看得前面 如果大家有看東邪西道就知道 哇! 它那個時刻看前面 是呀,鏡頭和刀光劍影都看得到你暈了 你不是坐第一行、第二行嗎? 我坐第一、第二行 這樣看的 不,這樣看的 那時候你知道,我們年輕人看電影是… 但是,東邪西島也挺好笑的 那個東邪西島 那裡好笑 東邪西島好笑? 那裡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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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是東邪西島的鴨仔 這套真的看完又看完 這套就好笑 東邪西島 嘩,東光劍影飛來飛去鏡頭 搞得到我躺著頭暈了 我面臨看就看得到頭暈了 王家衛是很厲害的 而且你看王家衛的電影 模仿你要興奮的東西看 真的 大家知道我說什麼 《秋天的童話》 是我這麼多講產品的文藝片裡面 我看了最多次 我去戲院看了四、二次 不要太多 我們大家重溫一下 講起《秋天的童話》 這套劇 最佳編劇也是87年 拿了香港電影金像獎 就是羅啟 這套劇就是香港經典 法哥也拿了最佳男主角 法哥的角色 船頭隻 爛搭搭搭到 那種很難找他再做 找第二個可以再做 很難的 你又要有鬆筋 是啊 你又要 夠高 You talk yes talk I talk no talk I talk yes talk You talk no talk I not yellow cow 然後有十三妹的角色 做得好 女人二十三老 男人三十三 這套劇也是 鍾楚紅之後的轉捩點 你記得鍾楚紅以前做的 都是做一些性感的 性感女郎 大家有印象 我都看過很多性感的劇 妖妖妖妖妖 這套劇也是把他的戲路 改變了 這套劇裡面有陳八強 是 陳八強 陳八強就是他的兒子 他兒子接他 最後那一幕最慘 他開車接他 最好笑的是 陳八強 找鍾楚紅在講 講完分手之後 在張文化的一個行程 他說 阿倫怎麼這麼說過 阿倫正說 阿倫正說 是誰想像 這套劇真棒 OKOK 這個抽些的玩 有時候可以代入去 而且那個故事,你想想一個去美國的留學生,去到那邊遇到一個中國同學 其實是有點童話式的,現實裡面有多少個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挺悲哀的,因為羅啟銳的移民三部曲,第一套就是非法移民 第二套就是秋天的童話,第三套就是《流金歲月症八兩金》 秋天的童話其實是人在意地那種悲哀,我覺得這套戲是挺慘的 這套戲我覺得挺好的,拍得過手法 雖然像我堅持所說,有一半的童話感覺 少中有類的,少中有類的 哪有可能發生一些事實,但我可以代入《船頭赤》的角色裡面有幾個人 還有《船頭赤》身邊的兩個朋友,一個人很可笑 一個叫豉油,一個叫母病 對,也挺慘的 他們有首歌就是《書青江介人尚大》 不不不,這個就是《天陽有情》 《船頭赤,書到棉都好》 《做什麼整晚去柯尿》 《你媽媽大膽加益你爸爸》 真的挺慘的,我們經常背的 看一套電影,背著劇集的人品角色的名字 那些全部都記得,經典一定記得 華仔那套《天陽有情》《華典》 是吧?華典 所以說這麼好看,這麼有很多人 沒有啦,現在的 所以說那些東西沒有了就沒有了 也有的,不過就是少 少一些 以前那些電影,你做完這些很正經的電影 有些事情是會惡搞的 譬如說《精裝追女仔》 第二集,他找了《船頭赤》那一段 他說《Table for two》呢? 然後黃韻思,當了《鳳水凡》 他說,我來幫你送他 不行的,因為我開了一間《無常倉酒吧》 沒錯,他這套 就抽回這些個人,《浩哥》 《貝草》,這個本色 然後他說,我是中國堂學會 中國成童學會 那時候,《鳳水凡》很搞笑 他們精裝追女仔連歌 那時候又不同的 電影《霸花齊》,放什麼都會有 我們說到《羅啟》,我覺得他是一個很低調的編劇 而且他的差異比較少 少很多 而且他那一套 以前的作品很好 其實我選了他四套 我自己最喜歡的四套 也算是經典的,他是拿獎 剛才看完《秋天貼圖》 跟大家回味了之後 這套我也想跟大家回味了 我看得到他最多就是這套 《我愛柳文仔》 《阿丁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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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得比秋天的圖更多 《馬之細細的》 《馬之細細的》 《馬之細細》 《阿丁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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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套叫什麼名字 《正的酒吧》 還在開了這間酒吧 不能在那裡 那個酒吧 不是那間酒吧 那間是有的話 店女橋靚先生有發葵 我忘了名字 唱歌 《山沙沙泪廣》 他問他有沒有些feel的 他立刻說山草派國花 他把那首明珠 山草派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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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可以的 他講這個故事 講一個圍頭村 一個村長 有少少錢 女朋友在外國回來之後 跟他有些代溝 有些文化上的不同 他發覺這些角色 不得隨時 他發覺他真的在圍村大 南馬島 但他做到那些人的味道出來 沒錯 大家留言 米古老華 王家衛不懂得欣賞 把X 王家衛那些說真的 你說他拿獎什麼好 我都不懂得欣賞 始終太慢了 那些節奏 不是給我們一般人 八八年出生 小時候就 看秋不知說什麼 看秋不知說什麼 後來故事很棒 看得很深酸 很多人都入老的 是啊 能跟短時 講完圍頭畫 黃秋生 那時候黃秋生 搞搞笑戲的 很可憐 黃秋生 黃秋生的搞笑戲都很可憐 有幾個都 張家輝那時候 還沒拍拍影帝前 還是法國龍那些 都是過癮的 你別說李修賢也是過癮的 除了什麼公僕 那些 你講到李修賢 剛才我們說魏康 他拍的那部《中國超人》 是魏康做編劇的 是嗎 是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部混音片 剛才講完了 我去《柳文柴》 不如這樣 我們問一下現在 我們有百二人在 我想問大家 第一套戲 《秋天的童話》 有幾多個看過的 一看過 二未看過 OK 我想得知識者 大家 你們看過了 我只要一給大家 不用說話 我看看大家 有沒有看過 如果你說你沒看過《秋天的童話》 快點 看完我們節目 馬上回去看 上網都有看的 有很多的 看看有沒有人 見到Michael都看完 正路應該看過 如果你說沒看過 年輕的就未必 你年輕都會翻看 真的 有很多語場片 我都會翻看 我們那時候 還沒出生 1940多年 但我們會翻看 我們都是翻看的 每個人都看過 如果你說有個《二》 我都想問一下那個《二》 為什麼沒看過 這些真是經典 他在文藝戲裡面 又不悶 你又有意境 他那種 羅啟銳拍的那種手法 有些像《去安華》 但是他又沒有那麼 沒有《去安華》那種那麼寫實的 是啊 《去安華》那些描寫得更加厲害一點 你看他 天水為的日與夜 夜與霧 徒者 那些 比較沉重一點 是啊 就是《去安華》那些 他的訊息 他的訊息會比較悲 或者 悲的那些 對比 不是《去安華》那些 你看到羅啟銳的那些 比較漂亮一點 漂亮一點 沒有那麼慘的 根地家有些瑕疵 是啊 就有些像《去安華》那些 一半有些像《去安華》那些 但是許安華那些 是貼到你哭的 你看到徒姐 也是哭的 因為徒姐有很多人 經歷過這些 找執者去養大你 後來移民了 有錢走 你請了執者 或者請了那些姐 你都在家裡有錢 每次都很沉重 是啊 有些東西壓著自己的心 天水圍 天水圍日夜與墨 日夜與墨 新移民 你是那些新移民 或者你住過天水圍 你也有個感覺 你也有個感覺 你不用他成名作 投奔老虎 是啊 這些不是 你是越南過來 那時候是說越南南盟 那些 你很貼的 而且他很悲 他會令到大家會哭 原來Michael Lau 是住在圍村的 是啊 老虎某昨天最喜歡 是 是 陳沐昇 陳沐昇的動作 真的沒辦法 我最喜歡 如果計香港導演 動作片 陳沐昇我最喜歡的 陳沐昇我最喜歡 他那套是衝鋒隊 老火街頭 這套經典 我經常看的 真的 真的 那時候 這套劉青雲 他們那些做得好 尤榮哥 還好 其實這些戲值得大家看 陳沐昇 你看到阿底張 《天日有情》經典都看了過百次 老火最近那套 都是很快的 老火 應該是陳沐昇最後那套 就是圍作 好看 好看 這套都是好看 他的節奏快 清晰明確 是嗎 真的 就是計動作 導演我喜歡 其實羅啟銳還有沒有好東西 當然有 剛才說 《天日有情》 沒說之前 我們再問一問 《我愛柳文柴》 大家有沒有看過 《一》就看過 《二》就沒看過 我們再問一問 好嗎 《延遺宮》 是的 這一套 秋天那套全部是一的 但我想看《我愛柳文柴》 可能未必是全一 沒錯 你明白了 因為《我愛柳文柴》 可能有些人沒看過 跟著那套我就覺得 未必是全一 我忘記了那個名字 原來我叫我去《柳文柴》 是 你說《點地公》 我知不知道 《點地公》 真的沒看過 《余文柴》 他沒看過 是 《保持通話》 直接不用說 就是《保持通話》 我告訴你 他是買西片那套 西片那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西片那套 那個女主我忘記了 鬼妹 她在香港找了大一時做 香港這套《保持通話》 大家有印象就是《無間道》 大家知道 《和你會買了》 很多人都說《無間道》 就是中文 香港那套《無間道》 好看過那套 我都認同的 兩套都認同 是的 我都認同 絕對是 是香港好看很多 但是反過來 《保持通話》 就肯定香港好看過西片 西片那套 西片那套 那個男主角 就是美國隊長 大家有沒有印象 美國隊長 就是做西片那套 但是西片那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幾次 我沒有看過 《保持通話》 我看過過十次 《古天郎》那套 《保持通話》 香港這套肯定好看過西片 比原著那套 好看過他 反過來 香港電影 真的拍得好看過他 緊張很多 嘩那些緊張程度 非常好看 《保持通話》 就是《黃祖南》 幫你幫你 幫你幫你 慢慢來幫你 有門電 要不要燈 有公仔還是沒有公仔 你再講我再講 然後就要 砰 在這裡砰 行行行行行行行 不是 這套他很緊張 其實《保持通話》 你覺得 我有聽過 是不是正 正 一個多小時都很緊張 張家輝做那個鬼佬鬍 原裝版就是《胡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西片的圖 和《保持通話》 Dee 張說西片那套好垃圾 沒錯 Dee 張 那套叫做《國命來電》 這套保持通話 一定好看過西片的圖 我敢寫爆彈 絕對是 英文叫什麼 什麼 calling 對 你找一下 好 接著還有哪套戲 好 這套也是經典 這套有沒有看過 《玻璃之城》 《玻璃之城》 大家有看過 這套我就看過一次半 哈哈 一次半 就是看完一次之後 再看多半次我就看不完 我不太記得 我只記得黎明和舒淇 是這麼多 因為那時候他們兩個都 不用說了 黎明當然是紅 舒淇 那時候也有彈 這套戲 其實有一點 改編自他們兩個 在大學時代那些 再加上一點 港大 港大 因為張婉庭是住過的 他們兩個都讀音樂 所以變相有一點 代入他們的角色 年輕人是找了張新月和麵組 所以就 坦白說 這套戲 我就覺得 是愛情小品 《玻璃之城》 不算太吸引 過你之城 我就看了一次半 你們呢 那套《波民來電》 《Nevix》有的 有啊 你看看 英文名叫什麼 calling 什麼selling 不知道什麼 這套你看看 差很遠 絕對是差很遠 你看到 《玻璃之城》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看過《玻璃之城》 有啊 就給我一個一字 沒有呢 就給我一個二字 剛才那套《紐文柴》 都有人弄個二 紐文柴 周圍 周圍都弄個二 這套應該多些人意 這套應該多些人意 不是啊 很多人意 是 《天若有情》 看完馬上很想報名 喂 那時候啊 你不要說 天若有情 很想買一輛GTR 不是 NSR NSR就是那輛電單車 將來你英文好些 《波民來電》英文是 Cellular Cellular Sellular 不是啊 Sella 不知道 Sakura 不要說陳沐盛的戲 是啊 舒奇 哦 舒奇 如果大家有看過 最激的照片 或者影片都看過 舒奇 身材還不錯 是不是 喂 有些人真是容易 沒看過《玻璃》 《玻璃之城》 我覺得 真的 我去想文柴和《秋天天》 如果你沒有看 可以看 這套我覺得兩人看 是 還有一套一定有看過 這套應該有看過 這套應該有看過 好可愛啊 《玻璃之城》 這套 這套就近年了 是 這套沒有人看過 這套也獲獎了 也都是 繼八七年之後 零九年 然後才獲獎 最佳編劇 這套我就最深 就是我比較深印象 因為我爸爸也是做鞋 我爸爸也是做鞋 就是任答拿的角色 我覺得這套最棒 就是我爸爸在山時 經常說 鞋子本邊爛 因為鞋子 拆開 拆開 鞋子好像一個爛字 就是鞋子 皮鞋子 皮鞋子 這套也對 這套 大家有看過 《雖然神偷》 這套我有看過哭 這套我眼濕濕 我有哭 這套我想問大家 一定有看過 《雖然神偷》 這套我就一定 應該是最老體 我們講的這四套 近年 如果是近年這套 這套應該就不會 早期就抽天這套 這兩套 早一晚這兩套 但我這四套 其實他還有很多 宋家王朝 七小福 八兩金 很多 其實他還有一套 警察兄弟 我都有看 我沒有看 警察兄弟 是不可能出名的 我年輕人 我在《金星》戲院 警察兄弟 警察兄弟 男主角就是張國強的KK 另外一個就是何啟南 那套《宋家王朝》 是不是很大卡士 大卡士 張萬鈺 張... 楊子晴 楊子晴 我記得很多巨星 在《宋家王朝》 就說說宋慶玲 宋美玲 那些 宋慶玲、宋美玲 那些 那些 看看有沒有看過 一 說很多人看過 《雖然神偷》 大部份是一 《阿靚風雷儀》 那些電影大部份都是一 這套《雖然神偷》 我看的時候 感覺就是 他有一點 讓我回味道 有以前的 例如做鞋 家人 早幾十年前的生活 點點滴滴滴 住所 很簡陋 一打風就很害怕 還有說一些倫理關係 有多好 有些倫理 你現在太沒有倫理了 不過這套劉啟玲 本身他生活也是這樣 因為那時候他哥哥都是因為癌症 走了 就是戲裡面一樣 他兒子就是說他兒子 是的 即是說那個叫什麼 李志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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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部分是基於 駱啟玉自己經歷過 他就是那個大由 他自己 周圍都說 他家裡這麼窮 都是用了錢去醫治 李志庭 故事感人的 那你現在這些 近年這些 拍這些 好像你說 十期媽媽那些 都是感人的 但是如果你說媽媽的神奇小子 跟他 相比 相差很遠 即是你 媽媽的神奇小子 其實就是 可能暗君如他們去做 或者他那些 他那個故事編排那裡 因為蘇華偉都叫做出名 你是做到他那些 真的完全那個年代 去做的 唯一一件事 你說 雖如神偷和壇 就是 任達華 他做做鞋佬那些 手勢那些 那些手勢是不像的 是不像的 因為你用那個牙鉗 你們認識 我們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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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行家就知道 是這樣的 永遠都是你行家 就知道有些行家 形似 但是動作不像 但是又不用禁 他又不用像 他不用認識 他不用認識 他像就行了 你有嘻嘻的鬚筋就行了 是的 李公民那些衣服 格仔 吳君如那些 吳君如那套 就是很典型 那時候的工廠梅衣服 格仔 一人連著褲子那些 你那時候看 很多 那些年代雨產片 只不過是沒有顏色的 都是格仔 其實我覺得 如果計算四套來說 我的排名 玻璃之城一定是最後的 最後的 我的排名最好看 在我心目中 每個人不同 我的排名就是 我的紐文柴第一 第二 秋天的童話 第三 歲月神偷 第四 才是玻璃之城 你們是怎樣的 我一定放在這個 秋天的童話 我放在第一 然後 歲月神偷第二 我是紐文柴 第三 然後第四 是玻璃之城 你呢 和堅城一樣 我有一點不同 我覺得那一套 反過來 個人口味 但是你們那兩個 其實是大路的 還有最重要的是 秋天的童話 那時候 和初戀情人去看 那些感覺 或者你去看那些 特別是新聞像 麥克羅我看過 警察兄弟 那一套 如果你記得 我們不用馬上查 那一套 他叫做 向東向西 然後說 向西 然後哥哥 不知怎樣 那時候很英俊 那時候很英俊 那時候警察兄弟 一個做 一個做兵 類似以前的 點子冰冰 這套都好看 點子冰冰 張國明 這套都經典的 經典的 誰知冰冰都 我們的行家 體育行家 在東方 那個 大頭 那個做同星那個 做同星那個 拿出來的照片 是啊 在元朗戲院看 Michael 那真的 很多戲都很棒 羅啟月 其實他還有很多 百兩金 七小福 我覺得這些一般 我覺得一般 因為經典是不會有太多一套的 是啊 全部都是經典的 是啊 那《戰神傳說》就離譜了 這套都被插到暈 這套我沒有看過 《劉德華》那套 《戰神傳說》那套 那套都是 他們自己都知道是垃圾的 還有一些 最近那套 最近那套 就是三成記 港成龍 港成龍那些 我沒有認識 其實他一兩棲都記得個人 是嗎 是嗎 好像是 我沒有記錯是鄭月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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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先看看 梅艷芳 陳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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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講講誰 我搞錯了另一套 《美男子》就是鄭月齡 是的 《美男子》 阿肥肥 陳健霞那些 《非法移民》 第一套 《非法移民》 我覺得都是寫實的 《非法移民》 那時候有很多寫實片 因為《新浪潮》電影的時候 《她們》 《新浪潮》電影 我很搞笑沒有聽 你有看過嗎? 我沒有看過 我不是很喜歡看這些電影 我什麼都懶得看 你什麼片都看? 我西又看,西片又看,AV又看 我什麼懶得看,你怎麼有片 其實現在有些爛劇我都看 我沒有辦法 小時候我們的娛樂就是看電視 電視機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你沒理由搶走過去 現在就是iPad 那些小朋友就是好朋友 以前我們哪有iPad 電視機是不是? 我最記得我爸爸買了一部很貴的電視 南寶 你有沒有聽過? 德國南寶 德國南寶 南寶,家庭說 很出名的 德律風巾 都出名 南寶 南寶出事 很貴的南寶 我爸爸還說 還要三個按鈕 在那邊有三個按鈕 我爸爸說你沒有大力啊 他不會扭斷 他經常說這些大力會壞 那些浪漫思想 那些是有屁股的電視嗎? 有屁股 那些叫膽機 有個膽子 你不能走那麼前看 有輻射的 真的 不能重 那些是擺不明 不能這麼久看的 加快藍色的東西 那時候會怎樣呢? 就是了 加快藍光 應該就是沒有什麼用 看不到複射的 其實還會差 畫面 然後那塊東西的貼 貼在上高 或者有個鐵架 拐著 然後掉下來 其實不可以 一到這個 潮心的時候 開不到電視機 要拿個風筒去吹 要拍的 有些真的要拍的 拿個風筒去吹 日本機比較好 第一架彩色電視 就是聖家 聖家電視 聖家出過電視 聖家出過電視 我以為只有車衣機 也有 車衣機出名 其實以前有很多牌子 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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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寶是貴的 那時候 我最記得是三個 哇 然後很年輕 是西德的東西 對 我好像第一部電視機 是HITACHI 日立 日立都大腦 日立都可以 那時候 家庭電器 要是東芝 要是日立 樂聲 樂聲 後來就出火箭炮 火箭炮 火箭炮 很貴 火箭炮 然後後來 聖家 如果大家知道 聖家除了租移車 租機 租電視 租錄音機 聖家 在佐敦 那時候 有一間佐敦聖家 那時候 還說有什麼租 那時候都不知道 這些人都不知道 這些人都租 什麼都租 什麼都租 以前不同的年代 以前改褲很便宜 媽媽認識那些 媽媽也有時間 媽媽就同意改 自己拿去 現在也有很多 是嗎? 我真的不知道 現在實際上是店鋪 不過我們說回 魏康先生和羅啟瑜 他們走了之後 都留下很多貴寶給我們 經典的東西 當然 或者趁這幾天 可能大家都叫Hit 會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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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看羅啟瑜的電影 沒錯 真的 我覺得 剛才我講的那四套 除了《玻璃之城》 你們可以看遠 那三套是經典 在羅啟瑜的電影生涯裡面 這三套 我覺得轉捩點是很重要 沒錯 如果計算近年的最佳作 一定是《碎神偷》 早期一定是抽些些童話 然後就是《柳文寨》 只不過我調轉 我把《柳文寨》放高一點 因為我看這套是多開心 多開心 八十九十和千七年代 每十年一套 是啊 所以他出產 不是太少 也不是太多 但是他真的論經典 他也不算太多 真的 羅啟瑜 因為他那些戲 他有很多 導入了自己思想 即是有些 黃禎那些 很難 會導入自己 可能是天馬口 或者是最重要是賣得 屎尿臂 黃禎那些 黃禎那些就通俗一些 通俗一些就比較容易進去人 大家看的時候 可能會投入 但你別說黃禎也是帶給我們很多以前的歡樂 精裝追女仔 以前那些就 即是他在電影其實他有貢獻 對 你賭片也好 很多那些都是 他是重複的 他是有貢獻的 是啊 你也聽到大家都是 厲害的說 原子粒電視機 我小時候看是 黑色 原子粒 這個名字都很久了 原子粒 聽過名字都知道 這些都是經典的日文 但是說真的 你是危行先生 都87歲 都算是少桑 但是羅啟藥 算是年輕的 69 69 差不多60 說大不大 說小又不是很小 所以 因為沒有 現在人家 正常的成年男人 那個 那個長壽率是高一點的 你不要說120歲 沒有沒有 好像香港都好像 女士應該是長壽 女士應該是長壽 女士應該是長一點的 但是男士 只有八十幾 八九十 現在是女士長壽 是啊 說一件事 就是希望 我想有關多國做一些 保留這些文化圍材 給我們去緬懷 回到一個地方 我想應該可以做這些 真的 大家都會很樂意 覺得這些錢應該批出去 香港雖然說大 就不太大 整粒芝麻在地上 但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可以利用到的 其實新界很多地方 都可以 你就遠一點沒問題 你有心靜就行了 算了 對不對 我們都是希望 沒錯 好了 兩拍都回顧了 兩位 齊康先生 羅啟宇先生 稍後回來 還有一個先生 我們說完他 這個時間 我們先看看廣告